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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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接下來看到 在Hardcore裡面呢 有一個重要的技巧 重要的技術 或是它是一個 作法叫做Memory Use 那這個是蠻 蠻常聽到的名詞 談到這個 那基本上這個名詞 它簡單講 它就是一個分散式 平行的運算 平行的運算 有點沒同意 剛剛我們在講答案出去的時候 不同blocks 存在不同電腦上 直接同時 被提取出去 有點平行 去存取它的意思 所以說只不過我剛剛講的是 資料 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現在都講的是計算 計算 在運算上 好 那各位看吧 什麼是Memory Use 它是由Google移出的一個軟體 叫做 用於大規模數據的 並行運算 或是你玩起來 叫平行運算就可以了 快點 差不多了 好嗎 那所謂 Mem 所謂Reduce 是什麼呢 那基本上就是 我們把一件工作 透過Mem 透過這個切根方式 Mem到不同的電腦上 Mem到不同 Mem到不同的這個結點上 雲系統裡面的結點上 去做同時運算 最後的結果呢 然後再把它集合起來 我們把那個Reduce 把結果 集合起來叫Reduce 然後最後再整合出最後的 我要的答案 所以Mem就是 我把工作切根 叫Mem 然後平行去對這些 簽過的工作呢 做平行運算 那Reduce呢 就是把 各別運算物的結果 把它整合起來 找到最終的結果 要是比較清楚 Mem就是把工作切根 然後 丟給 這個不同的電腦 不同的接種去執行 去執行運算 那Reduce呢 就是把結果把它結合起來 把這些各別運算的結果 把它結合起來 那我會舉例子 我們來去 我們來報告看一個例子 那像 像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這邊有個答案 這邊有個答案 這邊有個答案 那這個答案呢 呃 我們用這個答案做一些操作 做一些操作 那會這個 不同的block 這個答案的不同的三個block 分別做不同的操作 做操作對不對 所以我們會做Pack 把這個答案切成 這三個部分呢 同時呢 這個部分就丟到這個區塊 就是說 這一部分有 某些電腦來幫忙處理 這一部分呢 也有某些電腦來幫忙處理 這一部分呢 也有某些電腦來幫忙處理 也有某些電腦來幫忙處理 這個叫MAC 我把它MAC出去了 我把它MAC出去了 這個檔案的處理工作 我把它MAC到三個地方 同時去進行 那麼最後的結果 再Reduce回來 得到最終的結果 那這裡也沒有 特別說是做什麼樣的操作 只是告訴大家說 我們的MAC 就是把東西切割出去 Reduce就是把特別 實際的結果 結合起來 就這樣子 好 那麼 這個東邊這邊 都是 雲端上面的一些運算結果 好 好 那麼 這樣的技巧優點 就是適合處理大規模的檔案 這樣這個檔案很大 我就可以切割來處理 好 這個來處理 而且硬體又擴張 我這邊 要加入硬體 所以很容易外加進去 可以來協助 這個MAC進行 容易擴充 那缺點就是說 並非所有工作都適用 也就是說 也許有些工作 你沒辦法平行化 沒辦法切割 好比說 我必須先做完 第一個步驟 才可以做第二步驟 才可以做第三步驟 那這是你說沒責 你知道 歪歪歪的 步驟一做 再做步驟再做步驟三 那這個都沒有辦法平行 你沒辦法 我三個步驟 同時必須做 沒有辦法 因為我第二個步驟 要有第一個步驟的結果 第三個步驟 要有第二個步驟的結果 那這個就無法平行化 所以有些工作是沒辦法平行化 有些是可以 所以 怎麼樣讓你的工作變得更平行化 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課題 怎麼樣去寫 盡量能夠去平行化你的工作 能夠獨立的運行 盡量把它切出來 那 OK 這個是顯然是逐錯 比較福利 因為平行 平行化的這種工作的描述 是會比較複雜一點 好 好 那麼 OK 再來看一個 比較細節 一開始我在做 切工作的時候呢 也許把這個工作切成好多個 然後呢 這兩個工作就丟給這一部分來做 沒有到這邊來 這兩個工作呢 就沒有到這邊來 這兩個工作 空點沒有到這邊跟這邊 所以 各別有各別處理的對象 它都是同一件工作 或是同一個檔案 那麼 各別分成三塊同時運作之後呢 最後等到的結果 再找適當的地方去做reduce 就是做整合 做整合 所以這個 這個分工可以很複雜 我把工作切割之後呢 我一些子工作 子工作 就撒出去 當然這些子工作是可以平行化的 那撒出去在不同的節點上面做一串 最後的結果 也是透過 雲端上的節點去做合整合 我們把它要reduce 那最後再伸出 再結合起來 再brug去 轉彈彈彈這樣一個過程 好 這個叫做 切工作再整個節奏 就這樣子 所以圖頭平行化的工作 是很重要的一項 如果 同樣一個工作 會寫層次的人 會寫雲端層次的人 他會盡量打開 繩子寫來可以平行化 不會寫的人 就按照傳統的寫法 循序的功 循序的步驟教寫下來 使得他們不好平行化 那一直一下去 效果就 立刻見真章 對不對 所以 同一個程式 我們不同寫法 不同寫法 會有不同效果 所以我們智工機要學 智工機要學一些 繩子設計的技巧的原因 就是 它可以寫入比較優質的層次 那 這就是在基礎上 在智工機上面 會 教授的一些 程式設計上的技巧 我舉個一直到來硬核 集合一直到來硬核 集合一直到來硬核 我這個意思很簡單 我們要去 我現在有一篇文章 我有一個檔案 我有一個檔案 那 我這個工作很簡單 我要去計算說 在這個檔案裡面 每一個字 World 並不是那個Later 並不是那個Aware 每一個英文字 出現了幾次 這個工作 假設我們有一個英文文章 我出在這個檔案裡面 那我現在要做一個處理 我要做一個運算 什麼運算 我要去考慮 在這個文章裡面 每一個下一個字 各個別的都出現幾次 好比說 這個文章 這個 BOOT BOOT 出現了兩次 那 HAB 出現了兩次 I 出現一次 AND出現一次 那 那 還有什麼 就這樣 15出現一次 我要算這個 我要去計算這個 每個字出現的次數 好 那這個工作我怎麼去平行化處理 對不對 我在算 我在算 次數 次出現了次數的時候 其實我 不需要 一定整個拿會一起處理 我可以切一根 分段來個點計算 因為不會影響 我在算 某一段的 某個字出現的次數 跟在算另外一段 出現的字出現的次數 不會互相干的 對不對 所以 我們這邊就把 切成三段 I 和 這一段 I和 這一段 我就切成 某個內容到一兩電腦去算 book book and you 這一段 book and 這一段 就指派到第二電腦去做 have book and 就切出來 給第三兩電腦去做 做什麼 各別統計裡面 各別區塊 英文字出現的次數 好 所以這三 這三個電腦 這三個節點 會同時算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電腦在說 喔 你給我這一段資料 I出現一次 have一次 耳一次 那 這個區塊 book and you book一次 and一次 you一次 那這個have and一次 brook一次 已經有結果出來了 齁 那這個結果最後在reduce 就去整合起來 你看 把這兩個加總 把這個 這個 這個合併起來 合併起來 二就兩次 齁 這樣就 把這個結果把它 把它做這個整合處理 齁 二兩次 and一次 book兩次 那這一波就 整個下面的 f兩次 i一次 又一次 最後再合併 就再加起來 齁 兩次 and一次 book兩次 f兩次 i一次 i一次 又一次 就直接把work起來而已 所以你看 我本來是 要依序的去計算 這個檔案裡面 哪一個是出現次數 但是我切成三段 同時去算 最後我把結果在合併 這叫man-reduce 的概念 當然我的例子很小 效果也許不明顯 檔案一大的時候 假設我用三十頁 那檔案 我前面十頁給第一部電腦 中間十頁給第二部電腦 後面十頁給第三部電腦 送完之後 個別同時去算 最後再整個結果 reduce 整個結果出來 效果比較明顯 這個例子應該也會了解 我們擺多什麼程式設計 擺多什麼資訊工程的一些技術 除去做一個算四式的一個例子 是不是給同平行化 對不對 平行成三條電腦就算了 好 那最後reduce 結果出來 我相信你如果 看了這個例子 你就有初步的 memory use 的概念 以後要講 什麼叫memory use 你可以 你可以 稍微示範一下 這個平行化 那各個一段結果 再加 再整個 整個出這一部分結果 成最後的結果 這一個問題 我現在辦公表表情 有沒有問題 好 可以讓大家有問題 OK 好 那麼 對 大概 我想 技術的層面 最深的 就在這裡而已 是因為我沒有再深度下去 這個 就概念上到這邊 到在臨時最深 那接下來 老師就接著來看一下 我們運動運算 技術也談過了 那開始來看比較好 它的應用上 或是商機有哪些 這個 這個 這個部分呢 我們來 呃 分享一下 來分享一下 好 那運動運算 它的 發展 你要發展可以亂運算的應用 或是商機 它有四個關鍵 第一個 就是 這些技術的發展 裝置的發展 這是很理層部分 那剛剛講的 Memory Use 就是一個技術的之一 對不對 那 這一個 這一個 裝置發展 就是像這些手機 等等 nobook 那再來就是 你要包裝成一個服務 可以去賣錢 可以去賣錢 那最後就是 就是賣錢其媽媽媽的一個呈現 你怎樣去計費 哦 這計費很重要 怎樣計費 哦 這Pricing Beeing Pricing 你怎樣公平的計費 哦 那 我相信這都已經有一些實際的例子 哦 像Apple跟Google 哦 好 那 雲端 極端 極端 相關 英文商機 逐漸浮現 這邊字有點小 稍微 還來的一些地方 哦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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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多億嘛 一千多億嘛 一千多億的每個 那是 是造的 造的 造的這個 造的台幣 哦 好 好 還有自作為 這個MIC的資料 自作為的MIC 常在發布市場股定資料 所以各位對這個資訊 資訊外面的這個 一些市場的預期 或者一些 一些相關的調查數據 你可以到自作為的 所謂的產業情況 也就是所謂的MIC預查 都還蠻 蠻不錯 蠻新的 蠻完整的 那麼 2014點全九雲端 服務市場 所以我們現在要成長 這420億美元 可能在利物場有一些差別 但是 都代表這 都還相當高的一個額度 哦 那 公有緣 公有緣就是 像Google 這樣叫公有緣 公有緣的市務劑市場 規模 將市場到291億美元 那私有緣 規模會 只有就是 企業內部自己 要 要 要 這種私有緣 他估計還是 比較多一點 因為大家 企業內部還是比較 在意 隱私的問題 他不想讓你 Google知道太多 不想讓你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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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知道太多 對不對 所以說 這個還是問題 目前它是還多一點 那 台灣的部分呢 大概會 可以超到491億元 台幣 還有製造 雲服務跟製造中間的產值 會到 一定會到 133億元 那製造中間各位 最近製造中間的成品 所以是蠻大的辛苦 不過這件事情 當然 這個有很多評論 各位也可以注意一下 相關性 相關的一些發展 有人就碰起說 這個還是 無染 無染大雨這些 帶來的效益 好 那這個就 有很多面向去看 國畢竟指標上 還是有利益 就是說 台灣有個Google Google的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中心 資料中心 那我們希望說 Google可以投資更多 不是只有借這種 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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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產 我說的是這個 這個物產 這個物產的一個 一個資料中心 希望可以再 蓋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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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